来看第二段片继续了解一下 跟我在一起之后呢 我肯定一定会对我自己的女朋友好 有的小伙儿可能说 那个婚后一定会对女朋友好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在我这儿一定是真的 其实我爸就特别宠我妈 我妈那没事了 那一打半镜 然后一张束钱了没钱了 就上我爸电话也偷偷给自己发红包 别走死了 别走过我走死了 电话好看一张 我妈就随便发 还有一回呢 我爸因为我买件衣服 给我妈买了一个车 你这就还不多重呢 是不是我都试了好几顿 人家说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吗 我觉得我将来跟儿女儿 要是相处的话 指定像女儿那么看待 对的 放心也行 你这谢谢爷儿 我儿子我家的 在我业维啊 我儿子将来反正 就是对媳妇不能出 出不了 我的理想型呢 就是年龄比我小一点 稍微比我矮一点 胀的比我少一点 我这长长的头发 最好呢会做家务 会做饭 小鸟一言 就是这样 我真觉得这个家里的家庭 分别太好了 就因为买件衣服 人还送辆车 你说 是你跟我们说说呗 你爸对你妈真宠啊 现在吧 就是以前那个时候 我爸我妈吧 条件不好 家也不好 现在有整大棚 整农村 也算手术还可以 我爸 我爸叫黄丽恒 我妈就说 丽恒啊 你给我买个吊呗 我说买吧 我爸就给我妈买个吊 买个吊之后呢 我说我妈 我说你天天 闯个吊 坐个蹦蹦车 你啥玩意 这不好看呢 我说 请我爸开个车 我爸就给你买个车 就这么 就因为一个 一件衣服 给我爸买个车 哎呦 你看看 哎呦 我是觉得 就是 其实啊 就是这个 爸爸妈妈的这种 在婚姻 在家里面的这种 相处的模式 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一定会的 对的 言权深调啊 虎父无权子 你爸都给你妈送车了 你打算给未来媳妇送啥 我送一辈子的幸福 好 请好素素 我就想问一下小伙 就是以后 想在哪发展 呃 现在吧 我父母宅长大旁 然后我跟我姐 和开了一家 超事 呃 这个东西呢 也固定不着那么死 比如说 时间长了 咱俩慢慢接触 慢慢接触 真有感情了 彼此相互了解了 嗯 我会说 我说 沈阳有个好项目 你没有必要去上那个 巴尔寨 这么累了 咱俩和沈阳一起创业 或者说在长春 有时候 一个机遇 我站也有也好 我朋友也好 长春有一个好项目 稳头 或者稳干 可以 那这就是缘分 你这个想的还是挺成熟的 对 不像有好多的就是 姑娘小伙儿说 你是哪儿 就是我俩人是异地 异地我不考虑 他是先是接触着看 如果两个人 越接触越好的话 两个人就可以 共同找项目 看落 究竟这个家 落得辽宁 还是落得吉利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成熟的 先考虑人 然后再考虑 对的 知道哪个更重要 对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先看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合不合适 十一号 黑雅 我想问一个事 就是我脾气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就是 而且我还特爱吃素 特小心眼 比如说就是 你朋友圈 就是你好友 我就看哪个女生 都给你删了呢 能接受吗 删删吗 她也不是我媳妇 也不是我女朋友 但是我至少说 就是我姐姐 我妹妹和我姨姨 爬子这么散了 那是不对 哎呀 这个黑雅 你有你有多小心眼啊 我不是小心眼 是因为我触过对象 然后分手的原因 都是同一个原因 都是被劈腿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其实我挺害怕 就是再去接触一个人 所以说 也是一直没触对象原因 就是害怕去接受一个人 也害怕再次的触对象 怕再次的受伤害 对 师傅和大爷爷 就是你们灭灯里后悔去吧 你们都不会看人 我看人最准 首先小伙 特别有爷们气息 就是很慢 虽然说他刚才台上 翻了几个跟踪 那是他在部队积攒下的优点 他展示很正常 而且你看就短片里 小伙坐在炕上 笑笑呵呵呵的 他一定就很孝顺他爸妈 而且他爸那么慈强 他妈妈也不是那种雕的人 小伙还有事业多么好啊 我就是表达这些想说 小伙就是我要找的类型 如果不是我大他五岁 今天我就不论如何都得争取 我未来要嫁的也是这样的男生 谢谢你 厂商这个情况我有点惊讶呀 因为我觉得 今天黄吉的表现 不能说滴水不漏吧 但是表现的确实很好 11号黑鸭咱们也登了呢 咱们也登了呢 因为我可能岁数比他大吧 然后我在想法 是找一个比我岁数大的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原因 有点有点害怕 害怕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也有之前那段恋情 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嗯 然后看到这个小伙子 咱们说实话黑洋 是不是你还是很喜欢 嗯 对 但是我不想找一个比我自己小 因为我怕 他不成熟 嗯 他再次伤到自己 你你很优秀 同样你也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 你们家的超市是在什么地方 在铁西区东马特变异店 我在想你这么优秀 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姑娘 相中你 怎么办 你刚才说的这个地址 大家就可以去 好吗 谢谢你 希望你尽快找到兴趣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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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